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天生拥有阴阳眼 可以看见灵魂和恶魔,还有一个幽灵小弟保护自己 最后打败狮魂怪,成为抓鬼超人的故事 话说在远古时期,当第一个原始人用动物献击恶魔开始 就从地狱引来了第一只狮魂怪 他们可以附在人类身上为所欲为 后来人类中出现巫师驱魔人 他们与狮魂怪厮杀几千年,直到现在 咱们的男主壮壮因为小时候在狮魂怪袭击母亲时生下了他 所以从小就拥有半人半恶魔的血统 长大之后,壮壮一直都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直到好机友,下了一个抓鬼的小游戏 这个游戏可厉害了,可以扫描身边有没有幽灵 而且还可以用手机杀掉幽灵,人手一个全民抓鬼 与此同时,狮魂怪在用壮壮老妈的身体 已经几十年容颜不老 而且他们还搞了一项很厉害的技术 可以通过手机将幽灵小弟寻找无线电去寻找宿主 说不定哪天打着电话就被幽灵附体了 这狮魂怪也是与时俱进呀 这点壮壮在和蛋蛋抓鬼时,突然头痛欲裂 关键时刻,胡子大叔和小美找到了他 而且告诉壮壮他们是壮壮老爹的手下 一直按照老爹的遗嘱保护壮壮 他的头痛就是分印芯片损坏引起的 壮壮这时才知道自己有半个狮魂怪的超能力 而他的老妈身体被狮魂怪夺走 灵魂却在网络世界游荡 没多久,狮魂怪的小弟就找到了壮壮 胡子大叔为了保护壮壮被狮魂怪给狗屁 蛋蛋腿脚不麻利,也领了盒饭 壮壮在悲痛之下,无意间将蛋蛋的灵魂吸了出来 一下子一个小队,接着壮壮小美和大美 晚上,壮壮还在悲痛之中 突然发现蛋蛋的灵魂回来了 原来是壮壮的超能力将蛋蛋的灵魂留在了人间 而且别人根本看不见,既然是好兄弟 蛋蛋当然也是个好幽灵 不管如此,壮壮的阴阳眼也被解分 可以看到周围的所有幽灵 其他幽灵都是坏蛋 只有蛋蛋是个好幽灵 他们发现狮魂怪已经升级网络 可以通过无线电,吸收人类的灵魂 而能与狮魂怪靠横的这壮壮和蛋蛋 他们组成了以壮壮为首的捉鬼小分队 壮壮还在小美的帮助下 领悟意念操纵的超能力 穿上脑垫,留下了铠甲 简直可以和钢铁侠媲美,帅呆了 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制作真的很不错 他们每一次抓到幽灵小弟 就会把他们装在六芒新镇的小盒子里 和咱们的捉鬼瓶有点类似 当然捉鬼小分队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回 尤端在网络世界的老妈 这天蛋蛋在一个服务器 发现了有一个捉鬼盒子变成了绿色 没搞错的话 肯定是老妈回来了 蛋蛋提议可以用3D打印 打印出一个身体 供老妈使用 还别说有了身体之后 老妈再次回归 成了一个升级版的驱鬼猎人 而且已经不再是人类的身体 老妈回归之后 已经拥有了世魂怪老巢的信息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突袭世魂怪 此时的世魂怪 知道此对头复活 想要启动全网 召唤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灵魂 一时间只要在玩手机的人 没有一个幸免 都被世魂怪给吸走 哎呀 还好我手机现在关机了 趁着世魂怪发工的时候 老妈直接就杀了进去 也不废话 引爆自己的身体 和世魂怪同时变成幽灵 在网络世界开战 同时被侵蚀的人类 也瞬间被拯救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美将自己的灵魂 介入线路 想要去支援老妈 结果反被世魂兽 给附体 情境之下 庄庄用自己的吸魂能力 把世魂怪这货 从小美身上吸了出来 装在六毛盒子里 不因为放在基地 毁掉就完事了 没想到这货 竟然再次打赢自己 拥有了新的身体 庄庄就等着这个时刻 一个冲击波 就把世魂怪给炸死了 而老妈 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下 又重新复活 这波操作 真的是可以永远不死了 估计阎王爷看了 都想打人 故事最后 几个龙套在玩手机时 又莫名其妙的 开始变丧失 看来世魂怪 根本就没有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平时没事 少玩点手机 一旦手机上瘾 可能就和世魂怪附体一样 把身边的人和事 都给忽略了 挺不错的一部小片子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来就关注 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 奇幻电影 尼可曼斯